音乐因你而动听 大家好 我们是音乐风云榜 暑期VJ十强选手 我是任宇达 我是毛飞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 一天比一天更曼的 智商力和 欢迎 我们是张开拍智商力和 这次的新专辑 就是非常的有特色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为这样唱片呢 我们其实从一年半之前 就开始就是上健身课 然后每天就有请 所以就很 诗人教练 然后就是为这张唱片 巧克力棒 让大家看到我们智商力 就是想外在和内在 都一起能够达到 现在最真实的一个 亲属男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新专辑就是 专辑的那个主打歌 是巧克力棒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现场 要来一个那种 就是跟你们的互动 OK 要唱 好 你们可以来唱两句 对嘛 先打打歌嘛 对啊 非常好听 吃巧克力棒 可以 吃巧克力棒 吃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吃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就会碰到我们的身上 如果他要打这个拳的时候 必须要睁开眼睛 帅帅的那种 但是要赢先那个水 对 告诉 但是他一瞬间闭上眼睛 那告诉拍出来的就是 雪阳是很多创作 都是你来担当 像棉花糖这些 就是属于比较甜美 就是比较轻快路线的 我们就很想知道 雪阳在生活中 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 再纠正一下 雪阳绝对的平时 不是活泼开朗 但因为那个牛蛙 本来都不出门的 马雪阳 其实本来是挺瘦的 然后后来现在健身之后 肉就开始往往蹦 就一不小心健猛了 就健猛了 现在变得特别健美 你知道大家吃过牛蛙 你知道吗 是那形状是吗 青蛙那个形状 我来给你们大家讲个冷笑话 好啊 好啊 将脚温怎么样 好啊 话说巧克力和西红柿打架 为什么巧克力会赢呢 为什么呢 巧克力有棒的 因为巧克力棒 对了 很好 你这就不好笑了 对啊 不太有那么多 一定要问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就这么喜欢冷笑 哎呀 你不觉得吗 这个节目就特意安排 给我们这个冷笑话 就提这个 笑话好动量 我还以为有什么奖品之类的 我跟说没有 我们是那个音乐风云榜 VJ的十强选手 你们来评价一下 我们现在表现怎么样 我要投 那个 真的吗 达达 你要想宫里的人吗 因为张远会跟我投 因为我觉得达达很放得开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是你要争取张远这票 对对对对 你意思你跟小五的票都是一样 对啊都是飞飞啊 你确定吗 确定啊给飞飞啊 那我给你个面子 哈哈哈哈哈哈 别掉 别怕臣命伤 别掉 别掉 我就不走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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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